全世界限量一千套 台灣一百 他有九十 他是台灣的雪茄流氓 中國 越南跟柬埔寨 這上個國家剛好跟古巴 都是剛好六十年 上次出現這樣子一套的組合 已經是二十年前了 你想要挑哪一冠 極樂越南 還是快樂上海 那我挑極樂越南好了 歡迎收看超派的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雪茄是一種天然的農產品 經過捲漬以後才會成為一隻雪茄 那雪茄的世界博大今生 種類有幾千幾百種 沒有一個任何人可以說 他完全的了解所有種類的雪茄 今天聽說我兄弟漢字這邊 來了一組很特別 很厲害的雪茄 上次出現這樣子一套的組合 已經是二十年前了 那全世界限量一千套 台灣一百 他有九十 他是台灣十分之九的量 他是台灣的雪茄流氓 我就喜歡不講武德的朋友 意思是說 除了這裡以外 你大概也看不到這種屌貨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這套雪茄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上次出現是二十年前囉 超派 歡迎我們最不講武德的雪茄流氓 這是小福說的 漢字 兄弟 你今天為什麼穿那麼帥 有嗎 這不是我的日常嗎 這不是我的日常嗎 哈哈哈哈 差不多 要站起來一下 好 好 我們坐著就好了 那我們今天言歸正傳 我們請漢字來跟大家介紹 這一套雪茄的歷史 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介紹比較特別的雪茄 所以我們今天就比較隆重一點 是 2020年6月份 有發行了三款的這個雪茄 分別為三個國家 有中國、越南跟柬埔寨 這三個國家剛好跟古巴 都是剛好六十年 所以他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持冠 JAR 那上一次在引起年的時候 2000年 古巴那時候有出過三冠一套的雪茄 所以之後就再也沒有這種的組合 所以我想說比較特別的雪茄 找超哥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套全球限量是1000套而已 全球限量1000套 它就是每一個款式只有做1000罐而已 1000罐1000罐1000罐 然後三罐是一套 而且它比較特別一點是 它每一罐都有編號 每一罐都有編號 對 它編號就是在底部 320 for 1000 320 for 1000 對它就都有貼起來 但是原則上如果你要這三個的數字是一樣 應該是很難的 因為它們沒有對號出來 對啊 就是它可能出貨的時候順序 如果沒有它故意把它320 320 320的話 數字就會亂掉 看誰運氣好 大家湊個一條龍好了 湊個一條龍 那可能價錢很好 所以2000年出的這一套 當時也是三冠一組是不是 對 當時也是三冠一組 都大概在這個時間點 所以古巴就把它 它特別發行了這一款限量的雪茄 這是中國它們選用的是Monte Cristo 對 中國跟古巴 然後再來是越南的部分 它選的是Postgash的D4 然後柬埔寨這邊是用的是那個Hoyo的No.2 No.2 其實這就是屬於常規型的雪茄 那很多人會說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可能換一個包裝 就重新賣錢 對 很多人都可以這樣子說 可是這個包裝第一它是有它的意義 再來是它用的不是最精密的套食 其實這個用意是很好的 因為這一種淘擠的關係 它燒的溫度其實沒有很高 它的毛細孔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比較容易呼吸 然後它在這一個雪茄罐裡面 上面跟下面都有放了一片 比較好的雪茄木片 所以它那個香氣會依附在裡面 然後再來是這個磁罐很貼心的是 它在這個罐子裡面有放了一個濕度器 對 這邊就可以放一些在流水在這邊 然後但是如果家裡比較潮濕的話 其實就這樣存放就可以了 Monte Gusto 古巴跟中國建交這一罐池罐 我覺得未來一定非常有收藏價值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叫China China是大寫C 它用磁器去裝 磁器的英文也叫China 它是小寫C 所以我覺得這個兩個China 打殼體跟古巴做建交 然後放了一個Edmondo的學家 我覺得這個以後蠻不得了的 對 對 應該好好的收藏起來 好 那我們來抽抽看吧 你想要挑哪一罐 極樂越南 還是快樂上海 那我挑極樂越南 因為 他們跟菜一樣啊 超好的耶 我兄弟剛剛在樓下的時候 他看著我一直笑 他說 今天我就讓你抽血 抽到嘴巴歪掉 抽到吐為止 Defo其實是入門家 它的年份新的時候 入口有一個很重的刺激感 有的人喜歡這種刺激感 有的人不喜歡 像我們就是抽過老家以後 我就回不去了 但是這一支是完全沒有認可的 就是那個辛辣的味道 我覺得它抽起來已經不是Defo 它已經到另外一個層級了 可是居然是Defo 好棒 看著它上面的越南國旗 就不禁懷念著 那些年我們在越南的日子 其實越南真的是一個 我個人認為蠻好玩的國家 很有異國風情 因為它以前是法國統治的嘛 所以它真的是一個高低落差很大的地方 晚上喝很多錢的酒 以後又坐在路邊 然後一個很破爛的一個小桌子 然後看著旁邊的摩托車呼嘯而過 那種感覺就是 因為你經歷過了最繁華 然後你又到了那種底層的生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真實的活著 簡單來講還是要去夜總會啦 去完夜總會酒喝多了 就特別有感觸啦 越南的素質應該不會太差吧 越南的素質喔 會不會你去拍一拍之後 一部上片 我前面沒聽懂 後面聽到了 這一罐已經放了二十幾年了 所以它現在的味道是 抽起來會成仙啊 抽一口就升上去了 就那一隻一萬多罐 你抽抽看 一隻一萬多喔 對啊 那這十幾年前的時候是 一罐三萬 二十五芝麻除以三萬 一根一千多而已啊 但這不是長最多的 這不是長最多 這個兩千年的時候 還有一罐是 COIVA 那一罐現在可能六十萬都買不到 也是三萬塊當中 不是 因為 很稀缺啊 COIVA現在就是 在雪茄裡面 就是一個領導品牌 現在最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超哥害的 現在抽雪茄的人 越來越多 可是現在台灣的雪茄 庫存量 越來越少 那我們把這件事情 推到源頭去 就是在古巴 古巴現在屬於減產的狀態 現在古巴的氣候非常非常不好 它常常可能就兩度三度 兩度三度 兩度三度 這是一個很熱的地方啊 然後加上全球疫情 然後還有運費一直在調整 運輸變很慢 所以接下來的就是 領導性的品牌 在全球開始不二價 以前都還有打折 以前我記得在亞洲太平洋學家館 你要是他的VIP會員 他還有給你七折的成功 是 但是從今年就已經開始公布說 未來古巴是沒有成功 是 然後比域系列是漲50% 50% 已經夠貴了還漲50% 可是其實都還是剛開始而已 所有的商品 就像勞力士一樣 只要開始不二價 就代表要超定價跟佩服 勞力士是不會壞的東西 他過了三年五年 他可以拿出來賣 他還是存在著 但是學家呢 現在我們看到這一支農產品 我們兩個抽掉了一根 就少一根 他是不可複製 不可再生 他也沒辦法保存的 每一年的學家 每一年都有他自己的風味 當你抽到風味 一年的學家特別好的時候 就應該好好的把它保存下來 因為不會再來一次 因為農作物是大自然 最美妙的一個變化 然後才會有些這麼好的產品 對 這老聽也是 包含太平洋 他也親口跟我們證實 從現在開始 Kohiba 已經不再有折扣了 下個月呢 也就是三月多四月 應該是會漲價超過15% 那漢字這邊 他有一個提議就是 你自己講 這我的提議嗎 不是你想要幫你的粉絲謀福利嗎 沒有啦 漢字哥說他有拿十盒的Kohiba出來 一樣是原價 但是下個月要漲價 下個月就是至少要加15% 那這個也只有給我們超派的粉絲 那你們就來這邊找漢字 那適合限量 因為虧錢的生意 做一次就夠了 他明明可以下個月再賣 那只是希望可以跟我們的觀眾分享 什麼是Kohiba的風味 這邊是哪裡 這邊是Cigar Love Lover Cigar Love Cigar Love 對不起 英文不好 在新竹的市中心 你們可以來這邊坐一下 找漢字聊聊天 然後跟他買雪茄 就十盒口一把 好 謝謝兄弟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跟漢字帶你 看見不一樣的雪茄評論人生 超白